你们两个人 怎么碰到一起了 卫叔 咱们蔡总啊 为了创新地产 真的费尽了心思 找投资公司 都找到恩贝资本那边去了 可还是没有任何一家投资公司 愿意接咱们这个盘 卫叔 这件事你怎么看 陈大瑶这个老小子 他都是有预谋的 要我说啊 这件事咱们不能软着 就得跟他硬着来 但是啊 你要真是打官司打起来啊 我跟你讲啊 你中了他的圈套了 其实我最担心的呀 还是我们地产公司 这一块的声誉 甚至是集团的声誉受影响 这个老小子 还真是耗得我的脉了 知道我最在乎什么 卫叔 其实我建议 由专业的机构来引入资金 我们不要把所有的风险 都承担到自己这里嘛 但时间是一个问题啊 这个项目现在很紧啊 那这样 你让秘书把那个 所有的楼盘资料都发给我 我今天晚上整理一下 明天我去跟几个行业内的朋友 碰一下 我相信我们创新地产的口碑 还有品牌在这儿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嗯 这个办法可以啊 那是最好的 还有卫叔 你工作忙 不要老吃外卖 不干净 我也不是经常吃嘛 偶尔吃一下 这家炒鱼粉啊 一段时间不吃 我很想的 不吃了 不吃了 好 好 那我先回去了啊 嗯 你不要告诉你房仪 我在这儿吃外卖的事情啊 好 好 好 走了 温叔再见 嗯 那行 贺希 我还有点事实没忙完 我先上去 这边你多费心了啊 行 你别忘那个楼盘资料 好 好